10月12日为了致力提升中餐形象和品质 麻州亚裔餐饮协会联合麻州餐饮协会 在波士顿霍尔斯餐厅成功举行了线下见面会 新老会员之间分享经验增进合作 麻州餐饮协会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将对餐饮业有重要影响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会员 使他们及时准确地了解食品行业相关问题 协会定期积极地向公众和政府监管机构 宣传推广餐饮业的独特需求和视角 商业律师戴成芳到场分享了餐饮业的法律法规 提供了专业的咨询 请问您对中餐业在麻州未来有什么 在中餐业在麻州的发展是我们目前致力的一个事业 因为目前中餐在全美实际上在海外的发展 跟中国的国内的中餐的发展实际上是滞后很多年的 那么我们在海外的餐饮人这是我们的责任 要让餐饮业在海外发展壮大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说 第一就是要让餐饮能够使美国人更多的了解 我们真正的中华餐饮文化 第二个就是解决我们的这个劳动力资源问题 第三个就是说让中餐的这个管理模式 能够跟上现代的潮流 那中餐在美国的历史是有解 然后基本上是大家的那些就可见面的开花 那为了弘扬中餐的文化 那我们是如何在麻州积极宣传中餐的美食文化的呢 当然第一步是从我们自己做的餐厅做起 就是说如果我开一个中餐馆 你不单只是为了就是做这个生意 最重要的是作为新的餐饮人 我们要有做餐饮的一种情怀 就是说把中餐文化 真正的精髓的中餐文化 推荐给海外华人 或者是海外的所有的西方人士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感吧 这种使命感才能够让我们在中餐的 不管是日常管理和它的菜式菜品 还有它的菜谱开发以及引进人才方方面面 能够上一个比较高大的档次 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和目的 对 但是所以中餐的历史它是有原因的 中餐因为最开始是那种老移民过来 因为自己想吃东西 所以他们就在根据当地的食材 创造了什么杂碎菜啊 中美餐啊 后来又有台湾文化介入以后 发展到了就是中市美式中餐的什么左公鸡啊 芥兰牛啊 那么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大量的中国本土的技术人才留学生引进以后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 那很多正宗的中国菜系又进来了 比如说首先进入的是川菜 现在是介入了香菜 包括国内的一些时尚品牌啊 火锅系列啊 烧烤系列 都开始进入了这个海外的中餐市场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中餐市场 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面 能够使它适应海外发展的需求 然后适应海外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供给情况 然后同时在保留我们原汁原味的中餐文化的同时 来把它地方化特色化 然后适应西方的需求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探讨的方向 谢谢 因为疫情呢 重创了美国的参与行业 那不少参与行业者呢 就是全部精明的 很多的一个参与的一些行业 就很多就关门了 那作为我们马州最大的参与的亚裔参与机会 那您这边是如何让马州的参与 马州从餐厅做过这样的难关 实际上我们能够做的工作 其实是很微乎其微的 因为一个餐馆呢 它的生命力能不能够挺过疫情的这个难关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的 你的身体素质就决定了 你能不能够挺过这些难关 那么这个每个餐饮它有自己的经营模式 所以我们餐饮协会能够做的 就是怎么样给这个餐馆的老板 餐饮人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和培训 让他们能够在创造自己的这个餐饮基业的时候 就带有各种的高素质的管理理念 能够增加每一个餐馆 它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力 这是我们智力的一个工作 但是这仍然需要我们餐饮人 自己意识到有这个危机感 尤其是在经过这个疫情的这个考验 全美有52%的餐馆都倒闭了 Permanent还是是长期的关闭了 那么剩下的这些餐饮 它一定这剩下的这存活下的餐饮 它一定是有就是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来源于它的团队 来源于它的管理模式 来源于它的菜品的这种系列 产品的质量等等方方面面 所以我们作为餐饮业的这种餐饮协会 我们就是为餐饮人要提供各种一样的信息资源 让他们意识到一个餐馆 它它要能够开张 它不是说只有厨师 有管理就是有经理就够了 它一定是自己的素质要有全面的提升 对市场的意识 对于这个餐饮业发展的趋势 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同时对政府法规 有一个全面的影响和了解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生命力 不管出现这次是出现疫情 下次出现了另外一种自然灾害 我们都能够生存的非常好 谢谢大家 tell Forbes, do you have an idea you would pay to help a Chinese restaurant with the province in Massachusetts? So the Chinese restaurant, that's actually why we're here today is we're excited to launch a partnership with the Mass Asian Restaurant Association and the Massachusetts Restaurant Association solely to help Chinese restaurants not only in their everyday, day-to-day operations but also how do they come out of the pandemic stronger? 我们在结束每药都在整个困难的地方 我们在做银行销售 Metzegate 我们在哪里的区别是公司 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那些工具 要去生成器 帮助维和帮助他们的工作 让他们更有利益的经济 第二个问 这是中国和美国的食材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经济 中文是城市的经济 如何推荐或推荐中国食品的食材 在墙西亚市场上 所以 这个Mass Restaurant Association 是不是一个公式的选择 我们是一个支援的支援 给他们的工具需要的食材 给他们的资源他们需要 给他们的资源购买 所以他们能够更多钱进行销售 每个人都喜欢中国食材 它是一项在墙西亚市场 人们喜欢它 我们在澳大利亚市场 你能够购到中国的食物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公司的公司 我认为食物自己的公司 其实公司自己的公司 如果有人找到中国的餐厅 他们要去推荐 他们继续运动 所以我们更加购买的钱 所以餐厅有更多钱 他们能够购买在销售 和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最后一年纪录的疫情 最后一年纪录的疫情 所以我们在疫情及时 参加其他公司的公司 所以他们能够行现 这一年纪录的消失所在 最近一年纪录的疫情 都受到迈你而言 所以当 우리는和英国的 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你不愿意节目者 您能够做到这个问题的 那些市民的公司 当时我们起来了 变售好 我们要决定的公司 当时我们在澳ficiente 我们在紧张图桌的公司 广亭和公司 每个小店的公司 我们都做了所有我们都能够到另一边 所以有很多公司的企业的企业的企业 那些企业的企业企业的企业 我们有最大的企业的企业企业的企业 到600万元的企业的企业 我认为90%的企业的企业 另外我们也有企业的企业企业的企业 那是最重要的东西 政府的企业企业的企业的企业 能够到够企业的企业 我们知道它不够的企业 我们知道只有一三个的企业 已经包含了 所以我们努力给到其他两个的企业 让它进行 另外我们也努力地区领域的企业 专业领的企业 δ使用企业的企业 企业要企业的企业 让客户高利 喝 wine alcohol to go a number of that allows customers to buy beer or buy mixed drinks i've seen a number of of chinese restaurants have been offering specials around mixed drinks to go with their packages so a number of those different uh initiatives are kind of what has been the impetus for for helping people get through but also there's been knowledge and and explaining to them what do they need how they need to comply what are the different issues coming through covid so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we're all trying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and and those are some of the the different things that are out there that that we've help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